由於擔心英國出現新冠狀病毒株,英國的盟國撤斷了雙方的交通運輸,導致星期一英國和歐洲地區隔絕。 德國法庭在星期一判處去年猶太屬罪日在德國東部一座猶太教堂外開槍殺死兩個人的兇手,無期徒刑。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就新的刺激經濟方案達成業議,能夠受到新冠病毒打擊的經濟。 印度農民在星期一向莫定總理斯加辛的壓力發你24小時接力絕食,要求廢除三項農業改革法。 美國夏威夷大島的基拉維厄火山星期二晚爆發,當局警告火山灰可能大量排放到大氣當中。 日常人的 assembledomat yn傳立马。 共林安雲 namurica20調、今吏 virtues。 日常人的財政保刑。